大家好,我是Dan 歌手Sumi宣布进军化妆品行业后 他的产品定价在韩网引起了热烈讨论 Sumi计划在4月推出美妆品牌歌 他从1月开始宣称 将销售自制的打量产品激发了粉丝们的期待 根据与一家杂志的访谈透露 对美妆非常感兴趣的Sumi 参与了品牌推出过程的每一个环节 从概念构思到产品开发 他还表达了对此工作的热爱与投入 如所预告 Sumi首先将推出的美妆产品是打量产品 他表示 我在化妆时总是在使用打量产品时感到最大的喜悦 它也成为我妆容中的亮点 为了达到完美效果 我通常会混合使用三到四种产品 因此我希望能创造一款结合这些特质的产品 但是Sumi在自己的IG上发布了打量产品的介绍影片 并公开产品定价为43000韩元后 马上就在韩网引起了负面反应 有网友们指出 考虑到幼装店和路边店销售的打量产品 平均价格在2万到3万韩元 这个价格设定过高 然后关于包装质量差 颗粒过大等产品本身的批评也不少 目前网友们对于4月2号之后 亲自使用这款产品的人的反应十分关注 我们来看下行网友们的留言 应该更加关注品牌理念 并将其融入产品中 而不是仅凭名气定价 这样缺乏吸引力 特别是市面上已经有很多吼的产品 并不是价格贵就一定好 4万韩元 至少应该制作高级一点的包装 现在路边店品牌有很多 既便宜品质又吼的商品 能跟他们竞争吗 价格可以理解 但包装无法理解 哎呀 他还没到可以亲自进行化妆品失业的程度 就连以美妆而闻名的网红 或明星们也急于品牌合作 而不是直接推出自己的产品 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这是粗米用心推出的产品 考虑到粗米的形象 怎么能说它贵呢 那么香奈尔的维基卖40万韩元合理吗 所以 对于粗米推出的打量产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泰杨在音阳通演的YouTube频道 透露了GATTERBIT的回归可能性 GATTERBIT的回归可能性 有有有 有有 有有吗 有有 有不然而是 有不正确的 对 对 GATTERBIT的回归可能性 那是有可能会出现 那是有可能会出现 泰杨说话真的好有趣 也很让人爽快 真的重新想一想 真是太可惜了 如果歌曲选得好的话 可以成为传奇的 歌曲有点可惜了 尤其是歌词 用那个组合来做出那样的结果 应该会更困难吧 不管怎样 幸好是紧闭的结局 泰杨啊 谢谢你 因为你我放心了 虽然歌曲真的很好听 只是希望我家爱豆 能做一些其他的活动而已 GATTERBI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航我安城市流浪动物保护所 在IG上传了 twice子鱼捐款2000万的证书后留言 3月23号 在国际狗狗日 twice的子鱼捐赠了2000万韩元 去年11月 子鱼与twice巧妍和巧妍的姐姐 共同捐赠了价值1亿韩元的冒杀 并亲自参与了全社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当天子鱼花了很长时间陪伴住在全社的狗狗们 特别是狗狗Dori Changja和Yuja 看到10岁的Dori一只眼睛状况不好 子鱼感到非常难过 并温柔地安抚他 仿佛狗狗也能感受到他的爱意 不愿意离开他的身边 子鱼关注许多患病的老狗 也为这些小狗提供了治疗费用支持 我们衷心感谢他的温暖关怀和宝贵支持 我们将细心照料 确保这些狗狗们能健康地度过一个充满花香的幸福春天 整理一下就是 子鱼是天时 希望子鱼以及Twice都能继续走划路